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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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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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是夜盲症了 别怕 白天爹还是看得见的 孩子 将来你要有出息 当大官 就不用再受穷 病了随时都能找到好的郎中和药材 知道吗 不 将来我不要当官 我要永远都不生病 还要给爹娘和像咱家一样的穷户百姓治病 什么 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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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再也不会因为没钱 就受病痛的折磨 这是药草吗 到底什么草才能给人治病呢 陈伯爹啊 您去做什么呀 陈伯去采集清晨最新鲜的药草 哦 我看你每天都在山中采集 是可以给人治病的草吗 当然喽 怎么 你个小娃娃也对这感兴趣 陈伯 哦 苗儿来了 孙母家 这次请你来 是麻烦你帮着做个装药材的大木桶 好嘞 哇 陈伯 您屋里怎么这么多药材啊 嗯 你陈伯呀 是给县城药铺做采药营生的 是啊 陈伯天天漫山遍野地到处采药 连哪座山头长了几棵药草都一清二楚 真的 那您对药材很熟悉了 您能教我吗 教你 是的 我想学药材的知识 陈伯了解到小思苗的想法 从此经常热心地为他讲解各种药材 思苗也常跟着他采药 晒药 剪药 炮制 如饥似渴地求取着最初的启蒙知识 妙儿聪慧 陈伯自想没读过书 只有些经验 再没什么可教你的了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皇帝内经 他可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一点 若多加研习 可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陈伯 苗多加研习之人收集民间药方加以研究 陈伯早 书伯们早 苗儿还真像个小郎中的样子 这么个小王 能懂多少 苗儿今天要去哪采药啊 我要去西边 西边的尽头是虎傲 可千万别走到那儿去 那儿常用猛虎出没 陈伯您放心吧 我也正要往西 我陪他一块去 侯二哥去虎傲做什么呢 去砍柴 砍柴 山中到处都是树 为什么要去虎傲砍呢 虎傲不是又深又密 少有人去吗 那儿的木材肯定上好 能卖个好价钱 给我媳妇补补补身子 嫂子病了 他快生了 真的 恭喜侯二哥了 这边的路很快就通向虎傲了 侯二哥怎么不走了 呃 真的就快到虎傲了 这里的树又高又壮 再往里走 恐怕真的会遇到老虎 那儿 你呢 上豪的药草都长在深山里 我急需配置新方计 给爹治病 但也不会走太深 免得出危险 让爹娘担心 没关系小毛驴 一点小伤 马上就好了 终于采到上豪的药草了 对了侯二哥 你怎么一路上都没有砍柴呢 我 谢谢黄二哥送我回来 啊 你是病咯 淼兒 爹 沒事 大老虎是來尋醫的 你是被骨頭卡到了 我一定給你治好 唉 猴尔哥 你要做什麼 這虎病奄奄的 捕成這時候捕還等什麼 告訴你吧 我去虎奧就是去捕虎的 我媳婦快生了 卻一直虛弱 我除了冒險弄些虎皮虎骨 還能有什麼辦法最快弄到錢 猴尔哥 你不能傷害他 即使面對動物也要講仁義 哪能趁人之威呢 出什麼事了 作為醫者 對病人應該不分高低貴賤 一律平等 猴尔哥 對不起 孩子還是算了吧 虎畢竟是猛獸 他一疼 萬一傷著你怎麼辦 沒關係 我再給你塗點草藥粉就好了 猴尔哥 都怪我沒本事行了吧 我的媳婦可怎麼辦呢 此後 行走江湖的郎中 手搖的銅鈴便稱作虎稱 孫思淼更加贏得了鄉親們的信賴 蒙虎也和他成了朋友 是猴尔哥 請進屋坐吧 妙兒回來了 我沒什麼事 正好路過 看到你家小貓驢 越遠越遠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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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遠越了 是啊 自從有了大虎 他好久都不跟我到山裡到處跑了 都長胖了 回見了 我還得趕回家照顧媳婦呢 我一定得想辦法幫到猴尔哥和嫂子才好 我一定得想辦法幫到猴尔哥和嫂子才好 夭 小毛驴 紅二哥 小毛驴 小毛驴 醒醒醒 大虎不要 侯二哥 你为什么要偷我的小毛驴呢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真的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是不是嫂子 她越来越虚弱了 反正你有了虎 驴也不用了 就请你醒醒好 把她给我 有了恶交 我就能给媳妇捕身子 抱孩子 我求求你了 侯二哥 不要这样 难道 难道一定要用伤疾悟命的方法 才能解决问题吗 什么 这些天 我一直在研究 适合孕妇的调理方法 可我医术不精 我知道 侯二哥您的难处 我一定会帮您 我明早 不 现在就出山去县城 找名医 帮您弄到有效的方法 请您相信我 现在 这大夜里的 咱们好歹也是相亲 我哪能当你一个小娃 三更半夜的 跟我 这个不用担心 我常在山里走 闭着眼都能摸出去 再说 还有大虎相送 哥就不说什么了 其实哥也不是心狠手辣 忍心杀生的人 只是 实在没办法了 我明白 师父 你醒醒 孩子没呼吸了 他怎么没呼吸了呀 好玩儿 怎么回事儿啊 苗儿 你回来了 快快去 孩子没呼吸了 西风 你等着 我这就找郎中去 猴二哥 大虎 大虎 里面有个小娃娃 非常危险 她是无辜的 你要是有了胡宝宝 会怎么样呢 人要讲仁义 尤其是医者 我们虽然不是同类 但你也曾经是我的病人 见病不医 有损天道人道啊 天娘 喲二哥 快准备一根大葱 喝一盆温水 大葱 来不及了 快准备吧 猴二公请回避一下 他行吗 这娃别看小 但我看他不会随便做没把握的事 回金之计你就相信他吧 猴二公快看看你的小娃 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是用葱白轻轻拍打婴儿 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用 然后把它放入温水中加快气血的循环 小娃就恢复呼吸了 嫂子也没事了 他看孩子好了就睡着了 猴二哥 这是我从县城请教得来的滋补药 是给嫂子的 这 这最适合调理产妇身体 是县城明依教给我的 绝对可靠 嫂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猴二哥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是小娃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们一家都感谢你 猴二哥 您别这样 其实我的医术还远远不够 是我让您为难那么长时间 今后我还要不断精进医术 更好地为大家治病 你爹的眼病也有判了 我也一定会让爹好起来的 妙儿 可怎么说好呢 现在大伙就能看出来 你长大了 一定是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孩子 我们可离不开你呀 是啊 是啊 常言道 人往高处走 咱们这穷山沟怕是要耽误了你 你今后要是去京城当大官或者当名医 可别忘了回来看看乡亲们呢 是啊 是啊 陈伯您这说哪儿的话 陈伯您看 在一个医者眼中 这连绵的群山尽是宝藏 山中的奇花异草 既能移养新兴 又能入药治病 还有这么多的香气 我一生都不会放弃一个医者该做的事 后来长大的孙思苗果然多次拒绝封官家决 一生致力于医药研究 形成了自己医道相通的医学思想 良医导之以药食 旧之以真剂 圣人何之以智德 辅之以仁世 故形体有可遇之极 天地有可消之灾 通乎树也 正因有了这样高境界的医学思想和医风 孙思苗被后人誉为药王 隐区之地亦称为药王山 终年一百多岁 两百岁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立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苏山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路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市 在107年接任了农云市之后 那因为农云市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贤盾老和尚 那贤盾老和尚 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一起 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贤盾老和尚呢 本来在民国56年 就有心要重建农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 在接任农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农云市 我们的身中 年纪都很大 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围绕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围绕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 那经费呢 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 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 来扶持农云市 来赞助农云市的重建 农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农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 取得了建造 我们农云市呢 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呢 要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朱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 来帮忙我们农云市 让农云市的重建 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农云市 好好地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地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朱山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给我们一起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要给它很大 因为中间 农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早节日 完成两分学中间 在此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 各位年利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发丽强万 阿弥陀佛 十地菩萨的现前地菩萨 是六地的菩萨 他圆满了般若智慧 经常安住在灭静定中 灭静定 是心与心锁 皆灭静的禅定 以及六十之心作用 皆灭静的精神统一状态 他不起有漏心事分别 照见缘起信空 彻物诸法自信 可说真实的佛法已现前 所以称为现前地 有漏心事分别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起最大的福 心最大的山 走 跟上明天时放生去 走 该上明天时放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现爱的元素 有一种爱不会使我们受苦 也不会使我们所爱的人受苦 这种爱有一点难懂 也要费心去学习 它就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 慈 悲 喜 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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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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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2. 例如我们修习慈心 在了解法义之后 就得把慈心动起来 在静坐上修慈心 在静坐上修慈心 关怀善待一切终身 而且无私地付出 明镜与点栏目 打击烦恼最佳盟军 1. 生活在繁忙都市的现代人 很难亲近自己的烦恼 特别是遭遇压力或困境时 通常会向烦恼寻求慰藉或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 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培养功德 面对这些烦恼敌 我们大多愧不成军 我们大多愧不成军 3. 这时若从心中发展爱的力量 以辞军来殲灭重大烦恼 保护我们不做出伤害自他的事 这样的盟军不仅能退烦恼敌 还能带给我们无量福德 o e you the 哇,我中了死心大乐透 一,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以及那么多序的等待 现在我们身上聚集各种修学符法的条件 终于有机会利益众生了 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欢醒鼓舞 2. 我们 绝对不能放过为如母友情幸福而努力的每一个机会 不管贫穷或艰辛 我将会充满热忱和喜悦 1. 台湾人封脸书全球之冠 想象一下 一千万人每天上线连结 如同网子一般 向外延伸到十方 不断往外扩展 1. 台湾人封面 1. 台湾人封面 他们利用脸书将自己的生命、生活和其他人连结在一起 2. 如果能让此心像这样立即且迅速传播开来 让大家因为连结而生起慈爱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科技网络的发达 使得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大家的喜乐 忧赏 相互交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无论直接或简介 我们都能轻易地传达善意或恶意 2. 而上恶一面在网络无限放大之下 一定会影响到无数人 其 灭果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 上往时保持善心 显得格外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慈悲成为台湾品牌 1. 现今国际间不同的种族、宗教、社会冲突纷争叠起 使得世间充满了各种苦难 不仅如此 各国纷纷在军事、经济、科技 投入庞大研究经费 企图抢得未来的资源、利益 2. 因此许多友情应无人守护而受苦难 使得关怀、爱护一切雾名的行动非常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 我们就从台湾做起 大家努力经营慈悲 一起推向世界 让台湾成为世界一切生命的守护者 3.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除草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恰寻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恰寻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佛仪教经中 入面前的佛陀三文弟子 如等若于苦等四地有所遗者 可及问之无得怀疑不求绝业 因因期盼弟子能彻底了知四地的真实含义 四地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四圣地苦及灭道 是佛陀从初转法轮开始 到往后四十五年说法的核心教义 在中论书中说 四地是迷雾之本 迷之则六道芬然 物之则有三称贤圣 地有真实不虚的含义 若能如实之见四地 便入圣者之流 因此称为四圣地 苦 分止贪称吃烦恼苦 以及生老病死和三二道的苦 这是苦果 疾是苦疾之因 这是由于不了解因果流转 而造作种种与烦恼相应的行为 因而积极种种业力 灭是不受烦恼支配 咬断生死的束缚 这是苦灭后的先进 也是乐果 道是灭苦的修行之道 该科而言是以界定会三无漏学为根本 是属于乐因 知苦断疾 木灭修道 佛陀先说苦地 将苦果放在前面 是为了让弟子们能知苦而生厌离 发愿不再造作恶法 即永断疾苦的因 要断离受苦 有断苦的方法 因此又有道地来说明修行的道路 而佛陀先说涅槃极境的灭地 使人生起对乐的向往 进而发起离苦向道的心 苦因之 急因断 灭因症 道因修 简单来看四圣地 即是解行病重的断苦相乐之道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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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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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